OK,我现在帮大家把这个黑板都给插了 因为把黑板插了,我们就有大量的空间 帮朋友们写出这个predictive distribution它的一个表达式 这个predictive distribution就是说 当我们每个数据除了i的数据以外 我们已经知道了每个数据属于哪个类 对吧,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么这i的数据到底属于n类 它的概率是什么呢 OK,首先我们把这个东西写成 我们这个p of zi 等于 m 和这个 z 减去 i 它们的联合分布,然后再除以 p of z 减去 i OK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把什么 咱们就要把迪雷克雷过程引到里面去了 但是呢,很难,因为为什么呢 迪雷克雷过程咱们看到了吗 它是有无穷多个它的item组成的,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有个trick 我们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先把它写成一个 迪雷克雷分布的形式 然后呢,咱们再把这个 我们先就设定有k个类 然后呢,咱们再把这个k弄到无穷 OK,我们就这样做啊 首先,咱们这样做 这个就等于 p of z i 等于 m z 这个东西,对吧 conditioning on这个 p e 到 p k 乘以这个 p of p e 到 p k OK 然后呢,再把这个 p e 到 p k 给积分基量 OK,呃,我相信大家都还记着,对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的 迪雷克雷分布 迪雷克雷分布 而这个分布的参数是什么 肯定要用上咱们这个 alpha,对吧 肯定要用上咱们这个 alpha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参数就把它写成 一个迪雷克雷的分布 参数是 alpha除以 k 每一维都叫是 alpha除以 k OK 这个也是,我们把它写成一个迪雷克雷的分布 而每一维都是 alpha除以 k alpha除以 k 当我们全部都做完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 k把它趋于无穷 OK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predicted distribution 它的表达是什么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分布啊 这个肯定是一个多项式分布嘛 所以说我们当我们有一个迪雷克雷分布 它的这个先验 又有一个又有一个多项式分布 它的这个四栏 然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p of e到p of k 把积分给积掉 它的这个表达式也是analytical的了 也是analytical的 是什么呢 咱们就在这个黑板的这部分 咱们把它写下来 OK 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做的 其实我不应该把它全部擦了 我们就把它再写一点 我们如果有一个迪雷克雷的先验 对吧 我们是说alpha 1到alpha k 乘以一个多项式分布 就是ne到nk conditioning on pe到pk OK 其实我应该这样写 就是把它写得完整一些 p of n1到nk conditioning on pe到pk 乘以 p of pe到pk conditioning on alpha 1到alpha k 对吧 然后呢 要把它的pe到pk 积分要积掉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什么东西呢 这部分就可以写成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多项式分布 对吧 所以我们pe到pk 我们写成一个多项式分布 p1到pk 这个部分我们用去蓝色的笔吧 这个部分它就是一个 绿色笔再画一下 绿色笔再画一下 这个部分就是一个迪雷克雷的分布 对吧 迪雷克雷的分布 然后p1到pk 它的参数是alpha1到alphak OK 然后呢 然后呢 咱们把它的表达式都给写出来 咱们把它的表达式都给写出来 需要更多的空间 需要更多空间怎么办呢 我们先把这部分给插了 先把这个给插了 然后呢 这个部分就是 这个 p1到pk 对吧 我们把这个多项式分布的表达式写出来 多项式分布的表达式 我可以把这个插 多项式分布的表达式就是 是n factorial除以ne factorial乘以nk factorial对吧 乘以这个product of i 等于1到k p i n i 对吧 我们上次说的 我们应该用这个绿色的笔 画一下啊 绿色的笔打个括号 然后呢 是乘以什么 是乘以这个迪雷克雷分布 迪雷克雷分布是什么 一个gamma函数对吧 这是它的常数 gamma函数乘以是什么 sum of这个 alpha i 对吧 属于一个product 一个gamma 然后是alpha i 再乘以一个product i 等于1到k p i alpha i 来减去1 是不是 ok 这个上次咱们已经说了 但是呢 上次咱们是没有这个积分的 咱们只是做这个后验 是吧 咱们看一下积分会出现怎么样情况 首先 咱们把那些常数的部分 全部都把它放在这个积分的外面 呃 又需要空间了 又需要空间 我把这个插了 这个插了 ok 这个插了 就等于 ok 我们哪个是常数 这个是常数对吧 这个是常数 所以就把它写成 n factorial 除以这个 n1 factorial 一直到 这个绿色的笔比较难看 还是用这个黑色笔写吧 这个n factorial 除以n1 factorial到nk factorial 对吧 还有什么常数 这个也是常数 对这个积分来说 它也是常数 对吧 所以说呢 就把它写成这个 gamma 然后呢 是 ok 然后乘以这个 后来呢 那里面的这个东西 里面的东西 它不是个常数 对吧 里面的东西 它不是常数 剩下的那些东西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红色的笔啊 就这个部分 乘以这个部分 它当然不是常数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 把它一起乘下来 这个乘起来 就是等于什么 就是products of 这个i 等于1到k pi 对吧 n i 加上 alpha i 减去1 是吧 ok 所以说呢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 p1到pk的东西 要把它积分给积掉 那么这个里面 这个东西 积分是什么 它有几个积分呢 它有k个积分 对吧 因为就是说 第一个积分是 gp1 第二个积分是 gp2 最后一个积分 是gpk 而且 我每个 我的sum 我的sum ofp1 我的sum ofp1 要等于1 ok 所以请同学们 都拿出一张纸 和一支笔 把这个积分给做出来 把这个积分给做出来 ok 我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大家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其实怎么样 其实你们不用去 花这个时间去做 因为其实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积分是什么了 这个积分是什么 这个积分很容易做出来 因为这个积分就是什么 它里面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delay 克雷分布 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 对吧 咱们上次说了 这个东西 拿着红色的底 这一部分 这个部分 对吧 它就是proportional到什么 一个delay克雷的分布 然后它的参数是什么 参数是 alpha1加上N1 一直到这个alphaK 加上 这个红色比 再好 它这里面东西就proportional到 这个delay克雷的分布 然后是alpha1 加上N1 alphaK 加上NK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知道了 它的积分 就应该是等于 它所对应的那个delay克雷分布的 前面那个层数的档数 对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假设我们这个是一个delay克雷分布 对吧 它的参数是alpha1到alphaK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里面的东西做一个积分的话 它肯定就是外面这个常数的导过来 它的导是它的常数的e 对吧 因为你如果把积分放到外面的话 它应该会等于1 因为它是一个概率的分布 所以说呢 这个部分 就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我应该用的是什么比去画一下 用了紫色的比 这个部分 它其实最后就会得到了什么 它会得到了一个 product of gamma 然后是alpha i加上什么 ni 对吧 除以一个gamma的sum of alpha i加上ni OK 然后这个东西你也就知道了 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 这部分就是一个n 对吧 所以就是可以写成 sum of alpha i加上一个n OK 就可以得到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 对吧